這個剪刀石頭布這個範例裡面 我們剛剛有弄起來 弄起來之後 執行起來這邊剪刀石頭布 當然我們可以 出現剪刀石頭布 如果今天輸入0 就是石頭 然後按Enter之後 那它會跟那個 電腦亂數跑出來一個池 去做比對 看誰 如果出石頭的話 那它出什麼Enter 那也是石頭 也是0 因為它亂數從0 1、2 取得一個值 剛好取得一個0 然後呢 比對一下 就是平手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說 第一個 我這個地方要能夠顯示像這樣的 顯示出來 就是顯示出一個訊息 然後我可以填寫一個數字 它抓到之後再去比對 所以第一個 基本上第一個 這個訊息要怎麼 顯示 秀在這裡 第二個要怎麼 取得 就是 我輸入進去它要抓到 我丟一個0 它要抓到 抓到之後再去做比對 所以基本上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面的話 我們會用到幾個 類別 這個類別的話呢 就是一個 scanner 跟一個 random 然後它這個是 Java裡面的 套件 裡面有個 utile 其實是utility 就是相關工具的 一個 套件 裡面有scanner 可以掃描 就是鍵盤上面的動作 或者是亂數產生一個值 比如說我012 要三個 那三個值 你可以用上次我們教的那個 mass.random 也可以 或者是說你用random random裡面的話有一個方法叫 nesting 這個也可以 就是說兩個方法都可以 那我們這邊用的是random好了 OK 首先的話第1個 有關import部分有沒有 其實如果說你忘了import 假設你今天要用某一個類別 這個前面的是一個類別的名稱 後面這個是一個物件的名稱 那實際上這個就是 物件導向觀念 就是說 前面的類別 基本上 你如果沒有宣告成一個物件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被使用的 那其實宣告為一個物件 後面通常會new new的話通常有new的這個關鍵 通常就是會配置一個記憶體空間 給這個物件去存放 它就是一個實體 那這個實體才可以拿來用 才可以做什麼用途 所以特別注意前面是一個類別名稱 這個類別名稱的話 它還不具有可以作用的動作 那你要能夠作用的話 一定要宣告為物件 那所以呢今天我假設你宣告一個scanner 第一個動作你會發現呢 我如果忘了怎麼樣 做import 有沒有 你又不要放上去 它會出現什麼 匯入 它會直接幫我怎麼樣 自動去偵測到 有一個類別名稱在utile的 套件底下 你是不是要 對應到這個 套件 按匯入之後 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就自動幫我import 實際上如果你沒有import的話 你是不能使用這個類別 因為它是utile的套件 那我這個套件如果沒有被import進來 我不能使用這個scanner 那你import進來的話 假如說像這個random也是 這個utile的套件底下 有沒有 其實你可以怎麼做 其實它有一個方法就是 點後面加上start 也就是它會幫我把什麼呢 utile底下全部的類別通通 import進來 那基本上 當然 早期的因為電腦的記憶體 還有就是速度不夠快 所以你全部都import進來的話 或多或少會對效能有影響 不過因為現在的電腦速度都過快 所以這都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那打一個start就是把utile底下 所有的 類別通通都把import進來 那也可以對應到 所以 剛剛scanner跟random 如果你import兩次的話 你變成要變兩行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希望只要一行的話 你可以直接把這個後面點的話加上start 這是第一個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scanner跟random來幫我們做事情 那scanner呢 後面記得就是 他要去scan什麼呢 scan系統裡面的印 就是 這個地方所謂的印的話 就是指的是鍵盤的動作 相關的說明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裡面的話 它是什麼 去 偵測有哪一些串流的動作 就是鍵盤串流的動作 去偵測到我輸入的這個鍵盤的動作 再來的話呢 我一個random 這個random的話 一樣new一個 那名稱的話 這個是物件名稱 這個類別 那物件名稱的話 裡面 可以利用這個物件名稱 取得什麼呢 這個方法 那如果在random裡面呢 有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的話 叫nestin 那nestin後面的話 它有一個說明 它會從0開始 去取得幾個亂數 也就是說我今天的假如3的話 它會從0開始 0 1 2 3個 那這個3的話 裡面說明是 一定是小於3的 整數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 因為我是nestin 所以呢 我取得一定是整數 那也就是說 小於3 那就是 0 1 2 所以呢 它會取得 3個 亂數之後的話呢 會怎麼樣呢 把這個亂數丟給這個 COMP的這個亂數 把它存放起來 OK 也就是說呢 電腦 隨機出題 隨機 出 簡單捨負的話 就是靠什麼 靠這個地方 這地方 好那再來的話 user 電腦部分搞定之後的話 接下來的話 我就輸出什麼 print 剪刀石頭部 各位可以看到 輸出 這個地方會有個問題 我要怎麼剛好是 剪刀石頭部 刮弧 0 然後再來是 石頭 刮弧1 刮2 這邊的話有一個方法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說 這個格式 有沒有 怎麼樣 裡面會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整數 在裡面 加他一個字串 所以基本上 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回圈來跑出來 那我要怎麼做 特別注意 底下 基本上 我先輸出 剪刀石頭部 對不對 這個 然後呢 再來就跑用for圍圈 後面就是 123 那for圍圈的話 從0開始 然後呢 小於3 也就是012 對不對 加加 那特別注意說 我要輸出的是這樣的格式 就是 一個刮弧 一個刮弧 然後裡面放的一個是 我的編號 後面再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是我的剪刀石頭部 所以呢 特別注意 這裡我們用了另外一個方法 前面有用到print 跟println 對不對 這邊的話有個printf 這個f實際上就是formate的意思 那formate後面就是加上什麼 你的formate 格式 那這個格式D的話 D的話指的是整數 也就是百分比 那前後幫我怎麼樣 這個很像那個 如果各位有用過Excel的話 Excel裡面不是有制定格式 類似像Excel裡面的制定格式 你給它格式 它就幫你把它跑出 你要的格式樣式 那因為有兩個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整數 就是 百分之低 百分之低 後面 S就是一個自串 所以呢 我串起來之後的話 那裡面放什麼 放一個i 這個i的部分的話 就是先從0開始 所以 輸出的話是012 對不對 後面再加上什麼 這個 hands hands在哪裡 hands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陣列 對不對 那這個陣列裡面呢 我講過嘛 i從0開始 所以會先取的什麼 石頭 剪刀 布 那因為跑回圈 所以跑出來的話 最後結果 就是這樣子 第一次是先跑 刮壺0 石頭 刮壺1 剪刀 刮壺2 布 OK 那最後的話呢 就把這個地方輸出 然後最後再加上一個 因為最後還加上一個 所以加上一個分號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在 這個回圈跑完之後 在這個地方再加上一個 加上一個 分號而已 所以 鏽出來的話 就會 長得像這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是 去 把這個 我需要的 UI的部分 訊息 提供出來 再來的話 讓使用者輸入 使用者要什麼輸入 基本上要靠Scaner 這個Scaner的 物件名稱在這裡 物件名稱裡面有一個方法 NestIn 就是說讓使用者去填 一個數字 並且把它掃描進來 所以這邊的話 執行起來 這邊假設輸入 1的話 他就會幫我把這個1 丟給User 丟給User 所以這地方的話 按Enter 這個地方就會 1的話是剪刀 然後他會出剪刀 平手 那 輸入1之後的話呢 他會透過這個 Scaner 去把那個 取得之後的話 並且存放在User OK 再來的話 就輸出什麼 Print line 我出什麼 我出 這個地方 我出後面就是 這個 這個computer 我在縮寫 就是hands 就是 因為我取得一個詞 就是秀出 他出的 出的 從那個 鎮列水平池裡面去取得 到底是剪刀 石頭剪刀鋪 那我出什麼也是一樣 從User裡面 塞一個 子進來 所以一定是0 1 2 其中一個 然後呢 要怎麼判斷 其實判斷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有三種 第一種 平手 一樣 對不對 第二種什麼呢 第二種判斷就是說呢 哪一種狀況是 User這邊贏的 那其他的話 那就是User輸 所以 我判斷的方法 寫的比較簡單 第一個 如果兩個 他們的這個取得的數字都一樣 兩個都0 或兩個都1 就是平手 那第二種狀況就是說 我贏的 我贏的狀況是怎麼樣呢 當User 等於1 1的話是什麼 1的話是石頭 當電腦什麼呢 為 User 當我是出0 就是我是石頭的時候 那什麼呢 Computer是1 1的話是剪刀 那這樣就贏 然後他1 我1他2的話呢 那我又贏了 2 跟0 所以 我就先把我贏的狀況呢 用什麼呢 用或的方式 用或的方式 去判斷 那如果 判斷完就贏 反之 else 就是 就是輸 所以最後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 這個一個簡單的 就是說 我輸2 那我出布的話 那他出 他出剪刀 所以我就輸了 所以這邊的話 基本上這個程式 弄起來沒問題 沒問題 那這裡的話 輸入的UI介面 其實就是仰賴什麼 仰賴Scanner 然後把它實體化成這個 透過這個實體化 裡面的一個方法 就是Net-in 可以讀進 我key的那個 數字 那當然 第二個 輸的部分 是輸數 產生 也是一樣 這是類別名稱 物件名稱 通過這個物件名稱 它可以怎麼樣呢 它裡面有一個是 在這裡 這個物件名稱 它有一個方法 叫Net-in 也是一樣 從0開始 取得幾個 就是這個3的話 是要小於 3的 就是0 1 2 會有 三個數字 當然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把這個sample 再改寫成什麼 改寫一下 剛剛有一個 JR champagne 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不要用Scanner 我用什麼 我用這個 有沒有 剪刀、石頭、布 有沒有 一樣 出一個1 按確定 那跳出來的話 也不是在主控台 而是在哪裡呢 而是在 Show Match Dialog 這個是視窗 簡易的視窗 因為它已經有預設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第一個是 第一個版本就是 用Scanner去取得 使用者Key的 第二個是用JR champagne來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